上周末悬疑惊悚片电剧惊魂9 漩涡以北美首宴以872.5万美元 拿下北美周末票房冠军 据悉该片首周的海外票房330万美元 因此全球首周累计票房高达12002.5万美元 电剧惊魂9 漩涡由市门营业发行 第八部的两回片剧古德芬格和斯托伯格再度撰写日本 指导了电剧惊魂234的导演 达伦林恩报散此番回归之道 在片讲述了老年警探带领警探调查惨绝人寰的连环杀警案 拼图杀人末宠出江湖的传言使得一时间忍心惶惶 这次新的游戏规则似乎只冲警察而来 每个命案现场留下的死亡渲望将把他们卷进难以抽身的血腥深渊之中 此次故事并未延续第八部的剧情而出大刀破骨 用大量新人素替代了原有的数字员斯莉尔而慕逸馨的同时 影片将侧重点放在看知事件真相而非惩戒有罪之人上 过早期作品的风范就是片中过早的将角色们苦苦追寻的真相暴露给观众 这个结尾多少有些缺利 影运表示他作为一部让你等待多年的续作虽然有明显的缺点 但也算不负期待